大家好,我是小杨 经常有人听到一些关于真皮皮类的名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比如说哪怕皮 或者说是一模格这种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 常见真皮皮名词的一些解释 可能比较多 我就一个一个讲 讲不完的话 以后再出一期视频再讲 首先讲一下头层皮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从牛羊等动物身上 拔下来后最顶层的皮 也就是和毛紧贴的那一层 头层皮一定是含有真皮层的 像这种皮一样 它这表面是有真皮层的 背面是纤维层 下面的纤维层的话 是它是可以厚可以薄 因为它可以通过机器的削薄工艺 来控制这个厚度 然后就是二层皮 将动物的皮抛开形成两层 或者更多层后 除了最上面的那层叫做头层皮 其他层都叫做二层皮 包括三层四层 那么都叫二层皮 二层皮它由于没有表面那个真皮层 往往要在表面附膜 或者说是压制纹路 它的脑度肯定是不极透身皮的 然后说一下移膜格 移膜格就是在二层皮的上面 覆盖上一层 能造的像真皮一样的膜 本质上它就是还是一种能造格 不透气的 只不过是比那种完全能造的 能造格稍微好一点 然后就是合层皮 合层皮是只使用皮的边角料打碎后 再用机器压制偶尘的皮 这种皮比二层皮还要差一些 但也算是真皮的一种 毕竟它的原料是真皮材料 下面讲一下什么是全粒面皮 全粒面皮它也叫全清皮 是指真皮表面没有经过认回的图示 保留了动物原有纹路的头层皮 这里的图示包括压磨压纹 喷浆等多种可以覆盖表面瑕疵的工艺 但是不包括染料浸染和磨砂工艺 所以磨砂皮也可以说是潜力面皮 潜力面皮必须显用皮面表面瑕疵 最少的作为原皮 然后就是半粒面皮 半粒面皮就是指真皮表面经过少量图示的头层皮 叫半粒面皮 相对潜力面皮来说的 然后就是修面皮 修面皮是指真皮表面经过大面积图示的头层皮 比如说立志文的压磨皮这种 接下来讲一下乌涂纯皮 乌涂纯皮就是指皮的表面没有经过任何的图示 其实可以把乌涂纯皮和潜力面皮等重 当然一般指的乌涂纯皮和潜力面皮 都是指表面瑕疵非常非常少的那种优质皮 那种差的一般不会去做的 然后轻涂纯皮和涂纯皮就不说了 相当于上面的半粒面皮和修面皮 接下来讲一下不同工艺的皮料 首先就是直楼皮 是在真皮楼制过程中使用纯天然的植物楼剂制成的皮 气味比较轻 更加的健康 但是手感会偏硬一些 然后就是各楼皮 使用金属各楼制楼成的皮 手感更暖 市面上八部分的皮都是这种各楼脚 像普通的绵羊霞 鹿皮这种 然后就是油腊皮 使用油楼工艺制成的皮 这种皮的话 遇到液体颜色容易变 所以时间穿久了 有些地方会发黑 可能是你的汗液什么渗透进去了 这个没法避免的 油腊皮不需要擦保养液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面说一下什么是水洗皮 这种皮一般只PU皮上面涂上一层水性涂掉 说白了就是轮噪壳 有时候也只可以下水洗的轮噪壳 它和真皮的水洗工艺不是同一种说法 然后就是水染皮 水染皮说白了就是乌土层的浸染全面皮 所以上等皮 优点就是手感质感好 缺点就是容易渗入浸漆 液体之后变色回忆保养 下面说一个大家不太容易理解的 那帕皮 那帕皮其实最早是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产出的皮叫做那帕皮 当然这里不是指那个地方产了牛柜的羊 而是指那个地方研发出来的一种制格工艺 所以那帕皮其实是指一种工艺 它的皮可以是真皮 也可以是人造格 市面上很多商家会能造格的忽悠冒出吗 真正的真皮 其实手感非常的软 纹路清晰 市面上很少见 然后是反龙皮 使用皮柜的反面作为表面的皮 也就是纤维面平整处理后的皮 表面看起来像起龙一样的 就像这样的反龙皮 它是用这一面作为表面的 这面皮面是不作为表面的 反龙皮也分为头层皮跟二层皮 头层反龙皮的话 它的背面是真皮面就像这个一样 头层的它背面是真皮面 因为没有特意去处理 所以看起来它的背面是有瑕疵的 不过不要紧都是遮盖起来的 反龙皮的缺点就是 脏的不容易打理 然后是磨砂皮 磨砂皮是一种经过哑光处理和腐蚀处理的皮革 类似于磨玻璃砂那种效果 它对皮革表面进行抛光 磨砂皮以纹理伤疤和那种粗糙的纤维 露出整齐光洁的皮革纤维结构 然后再让它揽成各种流行的颜色 磨砂皮的话 它也跟反龙皮一样 不太容易打理 接下来讲一下各种压纹皮 像粒子纹 瑞翼纹 鹿皮纹等 这种都属于压纹皮 压纹皮表面几乎看不到什么瑕疵点 因为都已经覆盖掉了 但是也不能说压纹皮它一定不好 因为压纹皮很多都是用头层皮来压的 有些也挺淡默挺好的 然后来讲一下刷纹皮 刷纹皮也叫甩纹皮 和压纹皮不同 刷纹皮看起来有点像粒子纹的感觉 但是它的纹路是不均匀的 有的地方粗 有的地方细 有的颗粒大 有的颗粒小 因为这种纹路是自然甩出来的 不是压出来的 甩纹皮的话 它比压纹皮手感要更加柔软些 下面说说平纹皮吧 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纹路 这种皮表面一般都是有涂层的 因为真正的皮它不可能那么平的 无非就是涂层的厚薄问题 涂层皮的话 手感相对来说稍微偏硬一点 但是涂层越薄的 它肯定是手感越好 下面说一下擦色皮 一种表面用酒精擦色 会露出另外一种颜色的皮 其实就是在原皮的表面 喷上一层颜料 也就下入一层颜料 下入一层颜料 总共两层颜料 只不过上面这种颜料 溢到酒精之后 它会退气 这种皮一般都是用在 复古皮上面 或者说是做旧皮上面 刻骨也可以自己去擦 下面讲一下油漆皮吧 油漆皮是指在皮的表面 喷出上一层厚厚的油漆一样的涂料 看起来很亮很亮 像镜面一样的 这种皮的话它涂层是很厚的 透气性肯定是不好的 喜欢特别特别亮的 发亮感觉的客户 可以选择这种皮 接下来说一下本鞍格吧 也就是本鞍皮 本鞍皮革也就是通过 将皮革进入染料中 用特命的本鞍染料 完全渗透皮革染色的 这种皮革是最接近天然的 因为它的皮革是天然的 染料也是天然的 通过使用最严实的皮革 本鞍染色的皮革的话 它所有表面的切线和瑕疵 都会表露出来 就是都是可见的 所以本鞍皮必须选用 最优质的那种 头层皮 就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它往往使用的是 全面面皮 本鞍染料能够 坚硬地渗透到皮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且不会产生沉淀色差 也就是它的颜色是不会有色差的 它是一种高品质的真皮皮 也叫做本鞍皮 下面说一下超纤皮吧 它其实是一种人造格 使用超细纤维合成的皮 在它表面压放一层皮油格 这种就是超纤皮 其实也就是人造格的一种 然后来说说硬花皮跟压花皮吧 压花皮其实往往都是二层压花皮 但是花纹颜色都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往往用来做年龄偏大一点的女装 像花皮啊 这种手感它是偏蓝 不懂一皱 但是两三年基本上就飞掉了 硬花皮和压花皮不一样 它的表面是光铁的 不然都是硬上去的 用手摸的话是平整的 跟普通的光面皮差不多啊 其实它都是头层皮啊 和普通的光皮差别不大 然后来说一下几皮龙吧 几皮龙它的几皮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只是一种称呼啊 它也是一种既质纤维合成的人造格 一般用在克里亚毛 或者两检龙的里面啊 经常有双家用来冒充这种 说是皮毛一起啊 其实它跟皮毛一起 完全不搭干 最后讲一下丧面皮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可以不用礼布的皮啊 其实这种皮是在皮的表面 敷上一层能造龙 穿的并不透气啊 只是看起来高大上奥义 两面都是皮一样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吧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名词解释 也说不完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先说这些 再见 时间 limit ik